前一陣子連張中盟他老婆都被利用說他要開課、假課啊 這都有啦 台灣銀行內71歲的省心男子要提領1400萬元巨款 全都要拿來買黃金 航員一聽驚覺有意 立刻報警 連阿托伯那兩個歸心裡 那個網站還在跑假訊息的新聞 阿托伯那你也算說到我們大家怕死 黃金近期價格標準 但價值1000多萬的金條竟然是要拿去交付車手 遠景顧口婆心勸阻才成功攔阻 並且設下陷阱 將計就計 買假金條跟車手約面交 達到時機將人逮捕 19歲的車手被逮 插翅南非 警方把人抓回警局還從他的身上搜到毒品 事發在高雄市林雅區 71歲的沈先生誤信網路的投資訊息 按照詐騙集團的指示 向台灣銀行購買金條準備面交 1400多萬要領出來的同時 警方攔下並買了5200公克的假黃金 車手上當 出現在面交地點 每兩下子就遭到壓制 19歲的全性嫌犯遭送辦 本分局更成立專案小組與省南配合 與集團神員相約面交5200公克 仿真金條 並於雙方交付時 由本分局預先埋伏專案小組上前抓捕 詐騙集團相當兼詐 看準現在金價高 要被害人先到銀行把大筆現金換成金條 1400多萬元差點不翼而非 幸好這回畢生積蓄沒被騙走 另外台南東區也有一名富人 遭到假檢警詐騙 一個星期內面交三次共600萬 女子瞬間清醒跟警方合演一出戲 約車手面交 成功將22歲的徐姓男子逮捕 當場查扣相關證物並依法送辦 都是新聞孟家榮在高雄台南報導